好,那准备,3,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城市的Podcast 我是天下未来城市的陈芳玉 那平常呢,我们都是在天下南京东路办公室的录音间录节目 但是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出外景 来到仁爱路上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哈喽,大家好,我是唐凤 好,每一个礼拜三呢,其实政委都会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拜访他,提出对政府的建议 或是有些事情想要询问他的意见 你都可以上网预约他的时间 那只是你的对话也会全程的录音或者是录影的公开 那我们今天访谈也会录音录影 那这个原因呢,还有这个做法 其实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开放政府一个非常具体而为的实践 那我们知道最近政委你有为了要就是宣传 或者跟大家说明这个开放政府的概念 拍了一个新的珍奶的影片 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那个创作的背后是什么概念 是,那个是就是杰克那边为了要对他们的天鹅融革命 做这样一个,好像让大家知道当年他们有过这样子一段民主化的历程 所以他们就邀全世界也是在推动民主化的朋友 那用当地的拿手菜 一面做菜一面讲当地的民主是怎么转型的 那所以他们首先找到我就是用珍珠奶茶 当然想到珍奶就会想到台湾了 然后讲数位民主 因为台湾在数位上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好,那你通常会怎么样跟大家介绍 比如说珍珠奶茶 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开放政府 或是数位民主这个概念 大家通常有反应会是什么 是,我影片里面有一段就是说 珍珠奶茶是所谓开放式创新 Open Innovation 那意思就是不管是黑的珍珠还是白的珍珠 不管用的是豆奶还是牛奶 不管用的是南非国宝茶还是什么红茶 都是珍奶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在第一线的人 他比较知道情况 也就是他的口味 然后他就可以去运用这些材料 混搭出他想要存取公共服务的方法 像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有简讯十连制嘛 那每个人扫这个扫码的方法 印出这个条码的方法 我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那这些其实都是开放式创新的意思 就是每个人的创新 是奠基在已经有的这些成果上 但是呢你不会受到著作权专利权 或想象标等等的影响 你可以自己再去做出更好的版本来 所以我们就会开放这些资料 或者是这些元素 让民众可以做更进步的应用 像我们这一次录这个podcast 那传统上是版权所有的翻译比较嘛 所以如果只是其他的podcaster要播 那没有问过你们同意 这个叫侵权嘛 那但是因为我自己有另外录一集 那那一集我就是透过开放授权的方式 我等于把著作财产权基本上都抛弃掉了 所以包含像之前日本呢 有个饶舌语 他就录了一首饶舌语 就把我的声音 在访谈里的声音sample进去 也没有问过我 那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会告他 这是开放式的 是这么做好处吗 当然第一个是说 我们绝大部分的创新 都是要让在场的人能够参与 才比较能够切忠要害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说 那大家都一定要用同一套系统 但是不让现场的人有他发挥的方法的话 那很容易就没有办法因地质疑了 所以好比像说刚刚提到简讯实验制 如果我们都说 大家一定都要下载同一套app 那有20%的民众 他其实在手机上从来没有下载过app 这些人就被排除了 又或者是说 我要求大家说一定要用line 那但是一开始line的那个 加朋友的那个扫码器 是没有支援简讯实验制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落差 当然后来他们加上支援 或者我说好 你一定要用扫码 那对于连一般的手机都没有的朋友 连简讯都不能传的 难道纸本就不用了吗 可是他们那边也有他的创新 有些人是盖个连续章 就是他的联络方式盖个章就紧出了 比扫码还快 难道你要强迫这些人来用手机吗 那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开放式创新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提出一个做法 可是有点像抛砖引玉 一有更好的做法来的时候 你不妨就去用一个更好的做法 像LINE的加朋友那个地方推出之后 用机管加扫码的人 基本上就少很多了 因为比较不方便嘛 所以就是随时就有的这种 推出的系统 不会让新的没有办法发生 而新的发生的时候呢 又不会经过各种限制 让更新的没有办法发生 这就是他的好处 所以就是让尽量的把更多人 最多人可以包容进来就对了 对就是让创新发生的时候的成本 尽量降低 因为它可以建立在本来的脉络上面 而且呢也让它扩散的时候 可以照顾到更多人的营兽 懂 因为我每次讲到 我们政府每次这些创新 或是这样简讯行李十连制 大家就会 有时候大家就会直接把它化检 我说我也说 哦 唐凤的系统这样子 那我其实很好奇 对 关明 对 关明 就是我其实很好奇 就是在这些 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种公司协力的案例里面 身为数位证文 你担任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数位就是 很多位 数百位 数千 所以像简讯实验制 也不是我发明的 用简讯来做实验 一开始在G0V临时政府的 这个slack的聊天室里面 那应该是Ace成P主成 这两位诚信网友发明的 那他们发明的时候 当然不是用1922这个简码 这个简码又是另外机关书的号码等等 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就是 把简讯可以去做实名登记 他们在这边的发明 跟能够很容易的透过手机号码 店主就可以注册 然后产生QR Code 这是我们TWCA 就是台湾身份认证公司的工作 那又包含说 五大电信商愿意去把这些简讯 存28天再删掉 而且只有有授权的疫调人员 可以来拿五大电信商 NCC的部分等等的这些朋友 那每个人好像拼图的某块一样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充分了解 彼此虽然是各自有守队范围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就是我们想要让疫调 从当时超过24小时 才能够做出 变成可能24分钟以内 自动就可以做出来 这个是大家的共同价值 所以就是每和大家不同的立场跟能力 然后来理解彼此的共同价值 这个是我主要的工作 对 其实我们今天也在讨论说 那像等于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 哪里有什么资源 然后谁已经有相关的idea或者是资源 然后你才可以把它串在心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 是 也不是我知道 就是上万个数位这样 数万个人等于分散式的 但是又连结在一起的 所谓的conn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连结的群众智慧 像刚刚讲到G0V频道 并不是那两个人凭空想出来 而是之前各种不同的 实联制的系统的 很多的发明人 主要的工程师等等 都在那个频道上 所以事实上是在G0V至少有一万个人 同时在想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里面对于contact tracing 就是对于意料追踪 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里面的某一个小组 可是说小了也有上百人了 所以其实并不是我资源那么丰富 而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大家都可以来接触到有共同价值的人的所在 所以我的工作其实也只是这个空间的另外一个参与者 所以你会潜伏在那边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然后刚好政府可以需要 对就是cue我的时候我会出来回答 对那如果有一些重要的开发者 他还没有在那个上面 那我也会把它cue上去 像台湾社交距离当时的开发者 那或者是集管家的开发者等等 那都是在上面直接讨论 懂了 所以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G0V即便是G0V 我记得你之前疫情前 其实你也会亲自去参加他们的黑客户 等等人 对所以其实你跟他们是同一群 但是你刚刚说这一群可能就是一万人左右 那你看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那我们其实常很好奇 就是说很多公共政策 其实真正关心或理解甚至愿意参与的 其实就是一小群人可能就是这一万人左右 那这个现象会不会成为你在推动开放政府的一个瓶颈 不过像维基百科虽然那么多人看 真正会按编辑去改革 数字的人是没有那么多 那在这里面又只有可能百分之二 或不到的人 他能够写整篇的文章 所以其实重点并不是大家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那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就像你知道有维基百科存在 你需要查个什么资料或者抄个作业的时候 就可以去运用这个资源 大部分人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对我们来说 重点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集结愿意贡献一些心力的人 但是那不表示他平常就要花全部的时间 在这个上面 所以重点还是好像一个缓坡一样 就是你有两三分钟可以投入 那就可以好比像说听未来晨曦的听天下Podcast 那你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嘛 那等到你有个二十分钟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看共笔 顺便这个答几个字 改几个错字 你有两个小时 你有两天 你有两个月的时间 各自都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每个人就会评估自己的兴趣 或能力或是时间 那决定你可以参与到多少的部分 其实每一个人 就是把这个权力赋予给每一个人 是这样的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因为你看你推了你已经第六年 六年的政委 但是我们在这之前 其实是没有数位政委这一个职位的 那这六年来 你在我们政府推了很多的 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政府公务员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 那你觉得你对于公部门的影响 目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那就哪方面可以继续突破下去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投入 那因为任何人他对于公共服务来讲 他都是厉害相关的人 所以只要跟他有影响的 他又有时间就可以投入 其实公务员下班也就是公民 对不对 甚至很多是乡民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是因为他是公务员这个身份 就一定都要站在 好像都是民间体要求 然后他是专门处理民间要求的身份 他下班之后 他也是可以去PTT上面 去对政府提出改革的诉求 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就是他不用等下班 他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很多关于公务员员的一些 基本的工作环境 好比像说请假 可以这个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请 而不是每次都必须请半天整天 或者是说国旅卡 是不是只能刷这个台湾的观光巴士 这些都是公务员最基本的工作权益的事情 那他们也是利用我们开放政府的平台 来集结 来提出诉求 而且最后真的都改变了 对 那而且在这些事情上 即使不是这种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些案子 是好比像说报税人体 那但是报税人体的时候 很多参加联署的 甚至帮忙主持讨论的 也都是可能不是财政部 可能是海军署等等的公务员 那为什么 因为他下了班 他要报税也是他要报税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是民众的角度 因为这不是他的夜管嘛 但是当我们处理 上海至今 就是冲浪啊 钓鱼啊 什么的时候 那说不定财政部或金管会的 可以来当我们的小桌长 来主持啊 因为他下了班也是去冲浪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让公务员觉得说 我作为公民参与的公民 而不是好像被参与的公务员 那这个赔利的作用 我觉得是过去这五年多来 我觉得大部分的公务员都了解到说 这个对我们也有好处 真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接下来最值得继续推动的部分 懂 你讲到 你刚刚有提到开放政府平台 这个东西 其实很多人可能听过 但并不太知道 它是什么 或它怎么运作 是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 那它的网站叫做 重影.gov.tw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那在里面就包含 想要提议的 那来复议 那或者是说 所有的政府的法规的预告 在上面也都可以提出意见 这叫总开奖 或者是甚至已经正在执行中的计划 每季或甚至每个月 花了多少钱 花在哪里等等 你也都可以随时来提供意见 这是一个广告的系统 所以就是整个生命周期 甚至到参与室的审计 或者是有参与 参与室预算的一些现实 那都是在同一个这个平台 所以我们两千三百多万人 但这个网站到十月今年 已经超过三千万人测了吧 所以其实是蛮多人 至少来看过一次了 那但是当然这上面 停多久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我现在常会看到 有些人他想要倡议 倡议一件事情 他就会说 他在这边留了眼 你自己看过觉得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提案吗 当然就是到五千人 我们就必须要跨部会来处理 所以有些议题一下就冲过去 像之前有一位王宣如 他16岁 然后刚才17岁 就来提一个案子 说要逐步地把塑胶吸管 那改成就是别的比较环保 比较永续的 才有一些做法 那但是当时他不是用本名 他是取了一个笔名 叫做 我爱大象 他相爱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谁 但是我就看到他瞬间就冲破五千人 然后非常多人宣传 那所以我就想说 这应该就是 一定是环团大佬 才能够就是瞬间刷到这么多连数 我们一见面 他这个16岁 刚刚17岁 然后我就说 那为什么要来提这个案 那他说 这是我们公民课的作业 一个高中女生的公民作业 对就是高中生的作业 那就是老师要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面找一些提案 所以到现在其实这个平台上面超过四分之一的提案 都是不到18岁的人提的 等于他还没有参与选举或公投的权利 但他就已经来设定这个国家的方向 那王宣如委员 现在是我们行政院的 对国家的开放政府行动方案的行政院院级的委员 所以他现在也才19岁 所以我见到他都是成王委员 好谢谢唐凤刚刚刚 我们介绍了很多开放政府平台里面有趣的例子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待会再回来 我改成中间休息一下 没有放过 好 你去再进一步 好准备 三二一 好我们刚刚跟政委聊到开放政府平台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 你说四分之一以下 是18岁以下 四分之一以上 都是18岁不到 哇 还没有投过票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公民参与 已经非常积极 对 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说那会不会有人来乱 对啊我刚刚说五千票就可以成案嘛 对 所以大家一定立刻就会问说那所以我就申请五千个账号 哇 我不管提什么就立刻成案了 对但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做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说没有 其实它是帮手机号码了 所以虽然不是实名制 但是实联制 所以除非你真的能够有五千个手机门号 不过你申请五千个手机门号的话 那个洗钱办公室马上就找到了 所以并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当然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没有错 但是并不是说在上面就是我们对于来乱的 来浪费大家时间的创建假账号的等等的这些 我们没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当然是有的 那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台湾面临一个蛮大的挑战和威胁 其实就是资安还有假讯息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善用 就是在某个程度上要维持政府的开放 然后跟民间的之间的资讯通透 但是又不要让它变成台湾的一个潜在的危机 不过其实我们越开放假讯息就越难流传 怎么说 举例来说好比像说每个人现在都知道 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指挥中心会出一些图卡 然后制作带装节目 让大家问到宝 对那让大家问到宝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假讯息还来不及流传 它在隔天下午两点就已经收到了澄清 所以等于任何假讯息 它都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事实上通常只会这种是因为他们晚上会发一次新闻稿 所以大概任何讯息只要在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 这四个小时看起来有发响 好像是在流传 那他们就会立刻来澄清发个图卡什么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有点像是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 那你每天都就是互相问好 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彼此 而且如果有空的话 每天下午两点也会视讯一下 这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了 那这个时候关于他的谣言你就不会相信吗 因为比较亲近 而且你听到你就会觉得那我每天下午两点问他 对那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假讯息滋涨的空间 反而是如果他六十天才回你一次讯息 那回的时候都是一些八股文 然后你上次提的问题 他只挑他想回的回 那这样的话反而关于他的谣言 你一定就会相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官不管什么问题 他都必须要回应 就是有问必答的一个状态 对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但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看到蛮多的 我觉得现在真的我们在 不管是在LINE里面或是脸书上面 我真的觉得比前几年那个讯息 假讯息的量真的是多了很多 对 对 那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有讲过说 其实台湾有自己有一套的处理 依应假讯息的方法 是 而且那一套所谓台湾模式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它不是建立在把什么人下架上面 而是让大家都看到更多的补充资讯上面 那不管你是透过就是LINE 你可以长按一个讯息回报 那只要有澄清 它就会退回来给你 或者是像趋势科技 也有的防诈达人 很多人把它邀进群组里面 那或者像Busco等等 都有很多这些 G0B也有一个真的假的 很多人可以参与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虽然真的确实有很多假讯息 但是从有假讯息到大家发现它 就是Going Viral 就是它的传染力开始很高 到这个疫苗或抗体解药出来 那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短 所以凡是那种就是真的传染力很高的 现在通常同一个new cycle 就是不到两个小时 大概一定这边呈现的讯息就会出现 那就是因为已经有一个这个生态圈 让我们可以知道在任何时候 目前正在沿上的假讯息 其实就那么一两个 那所以我们的力气就花在 任何时候的那一两个就可以了 哇那但是还是持续的一直会出来 因为我自己在某一些长辈群组里面 我有发现就是说当有人分享这个假讯息的时候 立刻比较年轻的人就会说 我们可以找美玉姨啊 我们可以找那个那个麦高盆 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 防加达人啊 对然后就会有另外一派的人说 啊你那个都是背后都有阴谋啦 都是某种立场的人他弄出来了这样 就是说我后来越来越觉得 科技它可以解决某部分的问题 但是对于某一群 他我觉得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同的人 他会宁可相信意识形态 他会把科技放在地上 这么牛爸就觉得 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他相信谁 谁是他的密切接触者对吧 那所以呃 唯一的方法,如果你想要跟你的长辈沟通,那当然不是你派一只机器人去跟他沟通。 这样是不够的。 对,而是像我自己,我跟我阿嬷也好,我爸妈也好,我一定每周就是回淡水找他们,我至少视讯。 那然后随时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也看到很多这种群组,所以就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脉络,他们也知道随时可以问我嘛。 所以就是说,我跟他们讯息密切接触的程度,绝对不会讯语他们在那些群组密切接触的程度。 那这个时候,当然,假以时日,他们就会发现说,真的,就是这个很多这些群组的讯息后面有他的一个agenda,就是有新人想要达成某一个叙事目的所做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他脑里就开始有一个抗体,那这个是当然非常重要。 当然我爸妈比较没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就是去看各种不同的讯息,要找出后面到底事实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新闻专业毕竟不是每个人他的必修学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当过新闻工作者的训练。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经营一些人很多的群组,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你也是媒体啦,也是自媒体。 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新闻素养,我觉得还是最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如果是为人子女的,自己可能要跟自己的父母经营一个带状频道,带状节目。 真的是这样,不过反正都499吃到饱嘛。 所以说你经常视讯,花的钱也没有比你经常打字多。 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讲到,其实都比较是,就是个人或者是自己,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对这种新闻或者是假讯息自己的意识要提高。 但是当然也有人,我记得每次当说假讯息出来的时候,乡民们可能就会在网络上说,诶,那个主管机关在干什么啊,主管机关为什么不把他封掉啊,为什么不去调查他啊。 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这个政府啊,他面对这些这么多不同的资讯,他既要管理,可是他又要开放,然后他还要维持社会稳定。 那到底在这个开放跟管制之间,怎么样政府才能取得这个平衡? 对,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看这些讯息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他流通,而是说我们希望他在流通的时候,能够让大家了解到他流通的脉络。 我举例,好比像说在2019年年底,当时有一阵子,台湾传的最凶的假讯息之一,是说在香港的年轻人有人付他们200万去杀警察,然后有人还因为这个拿到这个奖金去买了iPhone什么的。 对,那这个当时是真的传的还蛮多的,那但是同样的讯息其实在香港没有传,然后也没有发生这种事,但是在台湾传的那种很惊悚的照片,看起来真的就很惊悚,但是那一张是路透社拍的,然后他拍的时候的本来的标题只有写说香港有年轻的示威者,其实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一定是有人把这个新的标题加上去嘛,可能也没有问过路透社,可能有版权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那所以你说政府要做什么呢? 其实政府就是去跟这些平台谈,说当我们这些独立的调查的视察的机制,特别像台湾市场中心,他很快就找到,这个是中央政法委长安建的微博的账号,第一次给出这个新的标题。 那之后才慢慢有一个传播链,所以我们要求的并不是说这张照片要下架,因为那是路透社拍的嘛,我们只是说,这个长安建给的这个新的标题来的时候,那是不是不管Facebook还是其他的平台,在你按分享的时候,底下都多打一行字,说中央政法委独家赞助,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所以就是,政府其实是靠,其实是跟第三方合作,像是查核中心,对,就是因为不适合由我们自己来做,是因为我们如果犯错,而我们自己查核,那没有人查核我们嘛。 嗯,对,那但是不管是查核中心,或你刚刚提到麦克兰,Cofax等等,并没有拿政府的钱,所以如果是我们真的有什么问题,他可以第一时间帮我们查核澄清,那这个对大家的讨论都是有帮助的。 嗯,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最主要就是说,Notice and Public Notice,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以垃圾邮件为例,当年垃圾诈骗邮件,其实也不是说,某个国家的人以后就不能寄垃圾邮件了,我们最后不是这样解决的嘛,而是说,只要足够的人举报垃圾诈骗邮件,那下一次他再到你的收件侠的时候,就是去垃圾邮件收件侠, 等于你还是收到这封信,但你会看到一个Notice,说这个应该是垃圾诈骗邮件。 有点像是打了疫苗,然后你就对某些东西免疫了。 对,对,就是这个本来的假讯息,等于我们把它包装在一层,好像MRMA外面的外壳里面,对不对,然后就产生了抗体,是这样的,错了。 好,那接下来,因为我政府现在在,我们在打算说,我们可能明年就要成立所谓的那个, 数位发展部,那它其实其中有一个蛮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资安啊,或是假讯息的这些问题这样,那所以其实我在想,我们后来去查一下,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单位的国家其实不多,中国有,然后加拿大有。 日本现在有。 哦,日本也有了。 都说我一听嘛,他们才刚成立。 哦,所以,我其实我很好奇说,他们,这些国家,他们成立这些部门,他的任务是什么,跟台湾的编组是一样的吗? 因为立法院还没有三度通过,所以我大概很难评论最后的版本,因为包含像产业发展什么,在这里面的角色,目前不同立法院还有不同的版本。 是,是,是,是。 嗯,嗯。 甚至有不同的社会常规的这些朋友互动,所以在以前你可以说,那你发生在哪个地方,就以那一个地方的我们叫justification,他的管辖权,他觉得这样可以,就是可以,他觉得不行,就是不行,可是在数位世界,你发一个讯息,存放一个讯息,收到这个讯息,可能是三个管辖权,嗯,嗯,所以这三个管辖权对什么事是好事,什么事不好,要怎么处理,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想法,所以, 很多国家现在就发现说 那我们本来就是对内的这些规则 在数位世界的时候往往都要检讨 往往都要讨论 特别是对于这种跨国的平台 他们有他们一套类似好像已经准主权 就至少有治权了的这样子一种规则 那怎么跟他协商呢等等 所以很多这种跨国的我们叫norm shaping 就是跨国的常规 大家讨论出在网络世界上各国的常规 各地的常规怎么样子变成一个 大家都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各国的 不管他把它叫做数位部长 或者是数位大使等等 那大概讨论的事情之一 哦好 所以其实这也是因应 其实也是跟我们疫情 让我们很多事情 它都就是到了 进入了网络世界 那还有各国之间的 其实交流会更多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就看看说 到底明年这个数位发展部会不会成立 然后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 你很想跟大家沟通 但是我刚没有问到的问题 是那我想提醒大家在12月20号 就是下一期这个节目的播出 请大家准时收听 非常谢谢郑伟帮我们做了广告 这里是天下杂志未来城市的podcast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那今天郑伟跟我们从开放政府 从他如何用珍珠奶茶来演绎这个概念 还有我们最后谈到了贾讯席 他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 甚至帮我们的长辈们来免疫 那最后我们也谈到了一些 我们对于数位发展部的一些期待 和他可能的任务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